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是环太平洋最重要的组织之一 为我国推动国际及双边合作的重要平台 尤其目前亚太地区积极推动经济整合 我国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 对于年前副总统再度代表马总统 率团出席在日本横宾举行的APEC领袖会议 传导我参与APEC区域整合 支持多边贸易体系 倡导中小企业 数位科技及防災减灾计划 并与各国领袖交换意见 获自重要成果 以及师部长李部长及代表团同仁的投入与辛劳 和外交部 以及驻日本相关的代表处和办事处 提供的各项的安排跟协助 要在此表示感谢之意 建立全球金融危机后 许多议题交之以往 更需要跨国及跨领域之协调 本报告所提建立事项 例如APEC台风及社会研究中心 将由台非来合作设立 而总部设在台北 这是我们台湾在应对气候的变迁 甚至于长期以来都遭受台风 以及其所带来的各项的暴雨造成伤害 我们已经累积长期的对台风预报 和因应各项措施的经验 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APEC台风及社会研究中心 运用它设总部在台北的机会 好好地把我们自己的心得跟经验 并且吸取其他各国在因应天然在海的各项经验跟心得 引入新的科技 为保护我们台湾国内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及提供给APEC各会员国 同样遭受台风侵袭的这些国家 我们就可以做出很正面的贡献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 所以请各相关的机关积极配合办理 以持续加强与各亚太会员体的实质合作关系 FTAAP是APEC内亚游论坛升级为行动的具体的表达 怎么样让这个所谓太平洋地区有关经济战略复伴的规划 但是未来在新的区域整合当中 会扮演积极的角色 这个要请相关的部位重视并积极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